下来看各报头条 反谈会早前宣布 调查上诉庭法官 引发声软大波 更触发了律师公会 举办集会 顿促司法独立 首相伊斯曼·沙比里 终于回应此事 青桌日报的头条就报导 首相网名 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法律 如果法官涉嫌违法 任何机构都可以展开调查 他也说 调查机构不需要揭露法官的身份 媒体也不需要大肆报导 青海侠时报的封面 则是关注鱼货供应问题 由于过度捕捞 加上气候变化 五国鱼业正在面对 不够鱼的严峻挑战 有一些鱼犯就说 供应变得非常知谨 迫使他们被迫关店 结束营业 至于南洋商报 关注的则是通膨问题 报导指出 疫情打乱了世界经济 各国政府都在出台多项政策 包括说直接派钱给民众 但是呢 这种直升机撒钱法 不但是难以抑制通膨 各是会导致需求增加 供应却跟不上 最终呢 造成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收入失衡 好 说到这个派钱呢 接下来这一则新闻呢 也是跟钱有关 说的是钱驴 诈骗集团就公然在社交媒体打广告 说只要你借出银行户头给他们 就能够轻轻松松赚钱 那这些户头到最后是被用来犯罪 结果当栽的就是银行户头的拥有人 二十到四十岁 无业或者是没有固定工作的青年 最容易上到 斯美兰商业罪案调查组主任艾比 就告诉大都会日报 单单是今年一月到五月 森州警方就逮捕到五百六十五名 涉及商业罪案的嫌犯 高达六成都是这种潜履案 诈骗分子利用诱人的报酬 在网上寻找猎物 一旦进行非法活动的银行户头 被警方逮到 受害者就会被控 面临刑罚 银行户头也会被冻结 甚至被禁止开设新的户头 好 关于刚才那小新闻呢 就是警方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屏蔽 这个非法广告的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接下来这一则 大家也是要特别留意 就是很多人患上了 这个新冠肺炎之后 都会购买莲花清温胶囊嘛 但是呢 在沙巴有一名手机零售商 就因为生意受到疫情的影响 于是呢 他就决定公开售卖这些 没有当局注册的莲花清温胶囊 想说是赚点外快 而且呢 数量高达1800盒 是卫生部至今为止 期货最多非法医疗用品的一次 被告昨天被控时 承认自己去年在疫情期间 大量售卖没有卫生部批准注册的 莲花清温胶囊 并且在石家分店公开分销 抵触了1984年 药品和化妆品管制法令 法庭最后宣判罚款1万令吉 卫生局警告 没有注册的莲花清温胶囊 制造来源不明 如果消费者服用过后 身体不适 当局是无从追究责任的 于是呢 当局就希望 借着这个案件 作为严厉的教训 来告诫其他那些 违法的商家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天气预测 基本上呢 今天的天气还算是不错 只是说在北马沿海地区 像是玻璃市 冰城 吉打 还有就是上午呢 可能会下雨 沙巴西海岸 山达根和古达呢 同样也是要留意 就是呢 也会有下雨 而沙巴内陆局部地区 和纳敏要注意的是 雷雨天气 根据气象局的预测 到了下午 除了北马之外 东海岸的登加楼 吉兰丹 中马的雪龙 彭亨 森美兰 霹雳 以及柔佛局部地区 预计会下雷雨 东马方面 沙巴西海岸 山达根和古达 还有沙拉越诗屋 明都鲁 梅里等都要留意 恶劣的天气 全国气温方面 今天预计最高 摄氏34度 最低25度 好的 先进入一段广告 回来呢 带您掌握财经资讯 请不吝点资讯 转发 打资讯 转发 打资讯 转发 打资讯 请不吝点资讯 转发 打资讯 咚宁 旍而 nec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